最近中国女排结束押运会的旅程,接下来休息之后,各大主力将会回到俱乐部,备战新赛季的国内联赛。 另外一方面,朱婷尽管没有参加中国女排的比赛,但现在已经去到一甲联赛征战新赛季的比赛,并且在最近完成了新赛季的首秀。 很多球迷看到朱婷满血复活之后,都为她感到开心,期待她能够早日回归中国女排,助力夺得奥运会的金牌。 然而就在最近,在朱婷正在努力比赛,期待有更好状态回归的同时,媒体却报道,朱婷的医生已经赶往斯坎迪奇看望朱婷。 有些球迷看到这个消息之后,难免会担心,是不是朱婷出了什么问题呢?了解真相才知道,原来是误会一场。 最近,朱婷在她的社媒INCE晒出自己和医生的合照,并且特别感谢她专程赶到意大利斯坎迪奇俱乐部看望自己。 看得出来,朱婷的医生专门从西班牙赶到意大利确实非常用心,很多球迷可能不了解情况,才以为朱婷出了什么事。 医生这么远赶过来,是为了给她看病的,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。 从朱婷和医生谈笑风生的状态来看,大婷的伤病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,她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康复着。 这次朱婷的医生专门赶过来,只是希望像见老朋友一样探望一下朱婷,顺便看一下她的情况而已。 毕竟朱婷在出国之前曾经表示,接下来会随时西班牙找专家团队进行康复治疗,所以双方可能还在沟通细节,并不代表朱婷的伤病复发了,其实一切都在变得更好。 对于那些担忧的球迷而言,在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应该可以安心了。 当然了,从此次医生赶到斯坎迪奇和朱婷继续合作,就可以看得出来,朱婷的手腕还没完全好起来。 之前还有人质疑朱婷在炸伤,其实他在之前的采访中已经给出具体的回答,大概的意思是伤病康复没有完全好利索,尤其是经过上了赛季的征战之后,发现手腕的问题比自己想象的更加严重。 朱婷设想,回到国家队必须要出成绩,必须是打得最刻苦训练最辛苦的那个,但是以他这样的身体状态实在支撑不了国家队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,所以才会缺席了今年的比赛。 接下来,朱婷新赛季依旧是以康复为目标,争取以100%的好状态回归中国女排。 虽然朱婷最近没有能够出战中国女排的比赛,但是他的心一直和国家队牵连着,希望各位球迷可以寄给更多的理解,耐心等待朱婷的回归,相信他明年肯定不会让球迷失望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